新冠疫情升溫 不少醫院的病床是一味難求急診爆滿 疾管署統計 全國各區因為新冠確診 出現病發症需要住院的週發生率 目前是南區的每10萬人口5.05人最高 但不只醫院床未滿 原定要在10月1日開打的新冠疫苗 現在也出現了變數 因為如果說要跟上國際購買最新的KB.2 病毒株勢必需要延後開打 疾管署將在下週開會進行確認 醫院急診室走到排滿臨時病床 隨著新冠疫情升溫 不只台大醫院有不少患者 遲遲等不到床位 來到萬方醫院更是有人要在輪椅上打點滴 以北市來看萬方醫院跟台北榮總 最常通報滿床 其實是台大跟新光醫院 這輛車只能往其他醫院送 我們原本的集中治療新冠肺炎 5個床位 那目前因為病人更多 所以我們現在是有15個床位 那也有可能又從南部延燒回來 有病發症的新冠的病人 每天的床數都超過100床以上 7月初的時候是在6月初的時候的4倍到5倍 但不只北部一爽難求 疾管署統計全國各區因為新冠病發症 需要住院的周發生率 在這波夏季疫情 以南區的每10萬人口5.05人 是全國最高 推測是因為南部過去的疫情比較不嚴重 才會導致這波確診人數飆升 又專家擔憂 原本疾管署預計要在10月1號 讓流感新冠疫苗同步開打 但如果開打時程不變 就只能選現在正在流行的主流病毒株JN1 不過目前包含每家都預定要打最新的KP2病毒株疫苗 恐怕讓我國疫苗施打出現變數 沒有理由去買JN1的疫苗 應該直接買KP2的疫苗 次單位的諾瓦瓦斯科的疫苗來講 因為他可能會做不出來 最快的話可能需要年底 新冠疫情升溫有專家認為 即便要延後打 也要打最新的病毒株疫苗效果最好 疾管署則預計下週開會討論 記者未停微臨越的報導